冤家遗解不遗解 一定要知道 别人跟我结怨 不是没有原因的 过去是 大概是我得罪他了 这也是一定要化解 他恨我 他毁谤我 他陷害我 甚至他杀我 都没有怨恨心 不给他结怨 那要原谅他 不要去计较 来生就变成好朋友了 不会变成冤家对头 这才叫有智慧 这样才能够专业报 小不忍则乱大谋 别人对你一点不好 你马上给他颜色看报复 人家记恨在心 这个是麻烦 记恨在心的人 来生多半多三我道 我道的一 消了他远会的人生 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 出生到碰到 互相残杀 人到底都在碰到 那个毒害根深 这些事情 总要想清楚 想明白 想透 学海贤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 真正做到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老和尚一生 没有哪个善人 哪个卧人 没有 他对于一切人 平等看待 没有一个不欢喜 没有一个 有怨恨的人 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 这个要跟老和尚 学习 这个故事里的有一段 他到玉米田里面去看 正好碰到一个年轻人 偷他的玉米 这人一看到他来了 手足无所措 很怕了 老和尚告诉他 安慰他 不要紧 你喜欢 摆 剪大的摆 转身就离开了 确确实实 心目当中 没有一个人不好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老和尚夜深更重 他开荒 开了十四片 田地 一共一百多亩 种植粮食 种植蔬菜 种植水果 统统是做布食 他没有拿去买钱 都是救济贫苦的人 所以 别人来偷他的玉米 他完全是布食 你要多少 你自己拿多少 欢喜 不施恩德了 不解怨恨了 处处替别人着想 没有替自己着想 总是让人欢喜 不施喜悦 自己欢喜 发喜充满 原谅别人 消自己的业障 不肯给别人 方便 将来自己遭遇的 就是不方便 障碍别人 就是障碍自己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这一生当中 遭遇的 善缘少 逆缘多 怎么想出 一定要常常 反省 行有不得了 饭求着急 冷静去观察 总是自己有问题 不是别人有问题 总是自己做的 有缺陷 才会 才会招别人 嫉妒 障碍 毁谤 破坏 一定要晓得 别人没有过失 过失 全在自己 不但 对于这些 怨情 债主 没有怨恨 而且要生 感恩的心 为什么 他成就我们 忍辱 成就我们 认证 反省 改过的 机遇 让我们自己 道业 德行 能向上提升 你从这一方面想 他不但对我们有害 他对我有好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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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